手持点金币由雲林县长张立善及台西五条岗安息府主委林清彪 在五辅制成的麒麟上开光点金 为的是替五条岗安息府即将举办的七朝清教活动进行起见仪式 拥有225年历史的五条岗安息府 是张礼墨千岁的开机主庙 在睽违25年后今年连续执出12个圣杯 再次起见齐安护国七朝清教 期盼在后疫情时期为地方消灾解恶祈求平安 因为这次的活动是会员的事情 因为李末因为身为人力 港区说今年要发改变这个会员 今年最大就是我们年最大的 我们也非常 这次也非常丁面 以宗教文化 技术 要是要带我邀请全国 这个险南信仰 后来离大家来参拜 来祈福 消灾这个会员 大家保平安 给大家真的健康 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庆典 今年的五条岗安息府七朝大教 特别请来米义大师叶俊南 挑战全台最大的米义创作 用五万斤白米打造的立体米龙 结合五色彩豆 制作的凤 麒麟 皮丘 诗等天地神兽 象征五兽幼台 透过传统文化与创意美学的融合 为宗教信仰开启全新的艺术价值 我们这次非常特别的是跟 五条岗安息府这边做了一个宗教文化活动的盛大的盛事 那可以说全台湾五万公斤的这个白米 以及彩豆的米汇呢 做一个前所未有台湾非常特殊的 用自然色的这个豆子呢 去产生五种神兽 那象征我们五条岗的这个概念 跟我们张里默三辅千岁的这个综艺精神 因为我们没有空照图 也没有那个换灯机可以去做照应 那完全就是要凭平常的淬炼啊 还有它的功法 才有办法把它的立体感 还有它的比例美学去营造出来 五条岗安息府建轿将于11月22日起到11月30日 为期九天 不但有全台最大米龙和五瑞兽的雷射声光秀 以及国宝级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等团体演出 更有限量的施赖运转龙龄纪念套币 以及象征吉祥如意的七彩灯等结缘品 邀请民众前来体验传统的宗教文化盛典 一同为这片土地祈福求平安 三立新闻网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